大家好,我是打尾 今天要跟大家上的是分数的介绍 首先,在讲分数的介绍的时候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小小的故事 这个故事叫做 魔女琪琪的樱桃盘 有一天,好香好香的味道啊 咪咪闻着味道不断的往前走 她翻过小秋,穿过小溪 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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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了魔法森林 到了一座由糖果和饼干盖成的房子前 咪咪看到魔女琪琪正从炉子里端出了一个热腾腾香烹烹的樱桃派 咪咪盯着香香的樱桃派流下来口水 看看屋子的四周,流口水的可不止只有咪咪呢 小熊妮妮,狮子阿辉,河马婆婆,小鹿班比 老鼠灰灰,猫头鹰,爷爷,好多好多的动物 我都流着口水盯着魔女琪琪的樱桃派呢 可以让我吃一小块你的樱桃派吗 咪咪小声的问琪琪 魔女琪琪说,真是小脑筋耶 大家都想要吃派 但是我只考了一张樱桃派而已 怎么办呢?要怎么分这张派才公平呢? 聪明的琪琪一向子就想到了解决的好方法 她跟大家讲,我来教大家怎么分 最专心,取得最好 答对最多问题的人就能吃到好吃的派 咪咪和森林里面的动物都同意这个方法 她们等不及的,请魔女琪琪赶快教大家分派这方法 好,那我们学习要如何分派哦 诶,第一个,我们看下定几个问题 第一个,魔女琪琪加樱桃派啊分成四个小块 请问哪一个切法材比较公平呢? 左边,像是甲比较公平呢? 还是比较公平呢? 诶,各位小朋友可以想想看哪边比较公平呢? 诶,我相信聪明的小朋友都知道 你左边的甲比较公平对不对? 好,这时候我们要看哦 当琪琪,如果咪咪吃掉其中的一块 那我们要怎么讲呢? 所以在数学上讲,我们会讲说 琪琪吃掉了四分之一块的樱桃饼 诶,这一代表什么?四代表什么意思? 一代表什么意思? 波波吃掉了四分之二块的饼 诶,这二是什么意思? 四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一来介绍哦 这个一呢,代表什么? 诶,是不是代表咪咪吃掉了一块 总共有四块 所以你会发现呢 诶 你会发现,诶,其实四是什么意思呢? 四是就全部有几个派 诶,一呢,代表什么? 诶,代表咪咪,你吃掉了几块 其中的,诶,诶,四代表总共有几块櫻桃饼 然后呢,一代表是,诶,咪咪吃掉了其中的一块饼 那,波波吃掉了两个饼 所以是它吃掉了全部的四分之二 那,想想看哦 假如你今天吃掉了三块饼 那代表,你吃掉其中的几分之几呢? 嗯,聪明的小朋友 如你们,一定知道 你已经吃掉了其中的四分之三块哦 好不好 那我们看下面,诶 我们看合理吗? 如果我今天 看看图中的这一块哦 这个,这个饼哦 如果我会说 他今天吃掉了四个中的一块 诶,你可以讲说 老师,你刚刚讲的啊 我总共分成四块 吃掉了一块,不就是四分之一吗? 所以说,诶,波波波就说啊 诶,我吃掉了其中一块饼啊 所以我吃掉了四分之一 对不对呢? 聪明的小朋友一定知道 诶,看起来这个饼 就切起来不同的大小啊 怎么会对呢? 所以呢,对不对? 不对,对不对? 理由是什么? 切成四块饼,但是大小不一样 不论吃的哪一... 所以不同 不论你是吃的哪一块 都不能说四分之一哦 那怎么样才可以称为四分之一呢? 那当你吃掉了 吃掉了一样的大小的饼 才可以叫做四分之一哦 那一次剩多少? 那如果波波啊 今天吃掉两块饼之后 剩下两块饼 我们今天把那个两个饼啊,涂上颜色 所以说,诶,我们刚刚讲的 今天吃掉两个饼 所以他要四分之二 那剩下多少呢? 剩下也是两块饼 一共有,本来也有四块饼 现在剩下两块饼 所以他现在是不是 我们可以叫他 他也剩下四分之二块饼 他也剩下四分之二块饼